親愛的,你在哪邊?好冷 我現在在一個街口,我在威斯汀 時代廣場 等不能走 好冷喔天啊 這邊是我們住的飯店 威斯汀很高 非常方便 然後那邊就是時代廣場 還有哈利波特的百老會 在那邊非常的方便 這邊有個超市是DR 我昨天有逛還不錯 然後這邊就有非常知名的漢堡 Shark Shack 其實也非常推薦大家來吃 所以這邊是一個 非常方便的地方 我們後面這邊一整片都是百老會 所以你想要看什麼距 都是在這一區 非常非常的近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下我們的飯店 我們的飯店看起來就是一間 稍微比較舊的飯店 它最大最大的優點就是 大家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可是很貴 我們一個晚上大概一萬出頭啦 不過就是方便 它就是賣它的位置 我們總共住三個晚上 已經住了兩個晚上 這是第三個晚上 紐約市區晚上是有那麼一點亂 不過這一間飯店的保安還蠻安全的 我昨天晚上自己回去的時候 他還在檢查我的證件 好久不見 請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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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你沒有說一下這邊是哪邊 這裡是牛堆啊 這裡是行李寄方處 在這邊請他們搬行李 記得要付小 一件大概要收個1塊到1.5塊左右 那請問一下 請問 給你問 平常我幫你搬行李都沒付我錢 我覺得我自己搬的也不少 上來就是它的lobby 大廳 沒有很大也沒有很奇葩 還好而已 就還好可是看起來蠻溫暖的 對啊 就是這種木頭色系 稍微比較老式 裡面真的溫暖的都溫差有多大嗎 這邊有一區是感覺是會議室啊 是可以閱讀的地方 對 對 房間真的太小了 所以我們就是稍微大廳多帶一點 不然那個 大家覺得看起來有點無趣 我們這次住的是37樓的7號房 非常高 應該是沒有幫我升級啊 因為我覺得這間的威士丁比較帶有一點點冷漠的味道 我覺得我這次自己的感覺啦 我覺得他就是在那個 阿古打跟 booking的評價都還可以 可是他在SPG的網站上的評價是不高的 因為我在想 應該是因為 你是就算是 SPG的白金會員 能在這邊獲得的 貼心小服務並不多 對 就是變成說感覺上也沒有特別的升級 這間沒有lounge 所以有點可惜啦 因為其實SPG的會 沒有早餐 對 就是萬豪跟SPG的白金會員都會希望獲得一些免費的lounge 可是這間沒有 他不只沒有 他沒有獲得任何別的東西耶 比如說一般可能會送你一些什麼小東西 完全都沒有 對 就是比如說送一些簡單的乾洗服務啊 或者水果啊 或者是免費的mini bar 或者是送了早餐 都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I don't know It's New Year 就是紐約 聽說都是這樣 什麼東西都要錢 這就是我們的房間在這裡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棟應該是比較屬於舊大樓改建 吞也稍微矮一點 今天菜林都快頂到天花板了 不用跳就我了 我稍微就是舉高一點了 欸很高欸 超級 超級矮 好那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房間 這個是一進來入口 一進來入口這邊有個mini bar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 mini bar有什麼 它冰口已經直接附在上面了 對 而且我們很 如果真的需要冰塊的人 我們跟我們真的超級剛好 我們的房間外面這一間 就是放冰塊的地方 對很方便 對老爸如果要喝一酒需要冰塊 直接走到門口拿酒 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冰箱 對 因為我們的冰箱不能開 對它的冰箱是鎖起來的 我的天啊 它是真的鎖起來的 它怕你買外面的東西冰在裡面 它這邊有寫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打開跟它講 不能冰私人的東西在裡面 我覺得這一點有點小氣 我覺得為什麼不行 對啊冰箱都開了 我覺得這一點很少 是我第一次看到飯店這樣 我沒有辦法理解 New York style OK 然後這邊 它這邊有附一些餅乾 餅乾要錢嗎 這個不能拉出來 這一定是要錢 因為今天中午的時候 你不在的時候 你在外面排隊的時候 它有進來攀點 我有來攀點喔 有來攀點 然後有一個保險箱 保險箱也OK 因為是基本館 基本館 然後這邊有個 這邊是附星巴克的咖啡喔 對 它這個蠻特別的啦 它這種就是真的標準的 人家說 American 它是一大包的綠包 放在這個 咖啡機的這邊 就是蠻苦的 可是我覺得今天早上 有一點噁心 是說 它那一包上一個 顧客使用的還在裡面 對 然後我早上有嚇到 對啊 這我覺得不行 對 這我覺得不行 可是真的 這超扣分 我早上就是 準備泡咖啡的時候 打開這包 就發現 裡面那一包 上一包還在 我覺得這不行 我覺得這超級扣分 對 超級扣分 而且這間飯店 你來的時候 這個Bring and Clear 這邊有附的水 只有附一瓶 對啊 整間房 就只有附一瓶水 這間飯店最棒的 就是有個帥哥 你看到這邊有帥哥 欸欸欸欸 馬上一個移走了 這不重要 你不會有餐膜不在那裡 喔真的 它這邊有附一間睡袍 這有點像是布的材質 這個材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蠻特別的 不是應該附一 兩天嗎 因為它就只有附一間 其實我們在住紐約的時候 我朋友就已經叫我做好 心理組 房間比較小 廁所蠻小的 廁所這邊就是有一個浴缸 一般尺寸的浴缸 那這邊有一個淋浴的 還有一個架子 我不得不說那個淋浴 很誇張 會漏水 它噴的到處都是 它就是你開一次 它會噴四個孔吧 對 啪啪啪啪 亂噴 包噴到哪裡 然後這邊的玻璃啊 真的也好像缺了一小角 沒有辦法 對 這東西都稍微真的舊了一點 你感覺出來 他們應該要稍微整理整理 不過 就是至少把蓮蓬頭換一換 你家地點好嘛 對不對 對 它真的是地點非常非常的好 對啊 反正就是地點好 那它附的東西 其實就是附了一些 簡單的身體乳 護髮的 洗頭的 沒有沐浴乳 它只有附香皂 然後杯子它都是附這種塑膠杯 對啊 對 就是 然後毛巾也是一樣 就是大概就是有的那些 那有附一台吹風機 吹風機還蠻強的 吹風機還蠻強的 很強的 對 而且美國有個特色 它媽桶威力都很強欸 對 沒錯 它就會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像被 吹 像洗手 很誇張很快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房間 房間 房間就是兩張標準的雙人床 對 我們這一次就是第一張 第二張 這邊有兩個小屁孩 小屁孩 小屁孩 A 請舉手 小屁孩 A 請舉手 帥哥請舉手 好 他們不理我 你知道孩子大了 他們都需要我自己的空間 我也需要我自己的空間 所以我們應該 保持一點適當具 好吧 反正這個就是它的床 兩張床 標準的雙人床 然後它的空間其實就是 比較小啦 這是我們意料中的事情 所以也還好 對 可是它的床蠻好水 我們這幾天都睡得非常好 對 然後它這邊的床頭啊 有一個 附一個i-home的鬧鐘 感覺質感還不錯 蠻重的 雖然我們都沒用到 那床頭就是這樣子 它的所有的燈都不是 智能 都不是智能 就是最古老案件刺的那種 連房間都不是 插電有電的 插卡有電的那種 這應該是舊飯店 然後後來威士兵掛名牌 嗯 有可能 應該比較屬於這樣子 然後兩張床之外呢 這邊有個電視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開過 然後這邊 就是我們的行李架 對 我放行李的 然後這邊有一幅畫 這就是你就是桌子了 對 這邊有一個桌子 對 桌子前面有一個鏡子 其實它也沒有附什麼文具 什麼就是桌子 嗯 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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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的愛 可是它這邊最棒的真的就是 它外面看出去也非常漂亮 這邊有超大的郵輪欸 那郵輪大到今天早上以為 小朋友以為是房子 一直說郵輪在哪 完全看不出來那是郵輪 超大 這邊就是我們充電的地方啦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插頭 然後我們有兩件行李 就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 也是老爸一個小小辦公的區域 我們看到這邊的view 真的超棒 然後我的MacBook在這裡辦公 我們來縮實一下 給這間飯店一個總結吧 如果說你來紐約 想要找一個地點非常好的飯店 威斯丁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對 畢竟那間店是所得的 對 沒錯 可是你不用對它有太大的期待 對啊 就是飯店 如果要期待我們還是去東南亞就好了 其實它還是有它的味道啦 這種美式老飯店的味道 我覺得它蠻舊的 嗯 就是如果說你來這的話 想要離你去的景點近一點的話 你可以排一兩天在這 不用太多天 我個人覺得飯店沒有所謂的 就是好多款 因為這個地方地間地段非常的好 一萬多塊其實 看你要的時候 對 要什麼 這邊很多都是動不動 就是兩萬三萬的飯店 一大堆 所以我是覺得這邊還蠻方便 就是我這幾天住下來 而且畢竟有品牌飯店 你住起來真的會比較安心 你也可以住稍微偏遠一點 那個價格當然會有落差 可是如果你要再進來市區的話 你就變成你要提早出門 早點回去 這也都是你必須要考量進去的地方 其實你離開這邊 你到比較遠的 比如說石潭頓島啊 然後坐船再過來啊 也是個方式 今天就是一個簡單的分享 然後這兩個小屁孩 在這邊打switch 沒禮貌 好啦 我們要走了 跟各位說再見 今天就是一個簡單的威士丁的分享 就是如果你總結 總結就是你要方便就可以來住這邊 然後今天我們是最後一天待在這邊 說一點零亂 我們前兩天真的太累 完全沒有辦法拍那個飯店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就呈現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就是有一個零亂的狀態 今天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不要忘記追蹤我們的IG 還有新天菜林的IG IG就是I加G 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See you